大家好,我是曹哥 好多人炒豆角的时候不是操水,就是直接炒 今天曹哥教你一招 让你炒出来的豆角又清脆又好吃 而且味道十足 这样做出来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好吃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做的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把新鲜的长豆角 然后把长豆角给它清洗一下 放到案板上,把长豆角的头部切掉一点不要 然后改刀切成4公分的长段 不要切得太长,4公分就足够了 豆角切好之后,收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往豆角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倒满一大碗清水,摸过豆角 用食盐将豆角给它清洗一下 抓拌均匀之后先放一盘,浸泡20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个去了皮的胡萝卜 把胡萝卜也切成4厘米的长段 切胡萝卜的时候我们先切一刀 这样切胡萝卜的时候就不会到处跑了 而且切的时候也比较均匀 片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条 条大概切成0.5毫米的厚片就可以了 胡萝卜切好之后,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些大蒜子切成蒜粒 蒜粒我们可以多切一点,那样蒜香味更加的浓郁 大蒜切好之后,倒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然后改刀切成姜丝 姜丝切好之后再切成姜末 姜末切好之后倒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把它切成小圈 小米椒切好之后,和蒜粒放在一起 炒豆角,我们准备一块五花肉,把它切成薄片 五花肉我们可以切薄一点,不要切得太厚 五花肉切好之后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小碗,加入一勺生抽 一点点食用盐 少量的胡椒粉 一点鸡精 一小勺白糖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豆角也浸泡好了 将它清洗一下,捆水捞出来 放到大一点的碗中 豆角加进来之后,加入一勺食印油 然后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加点食印油能锁住豆角的水分 这样做出来的豆角颜色翠绿不花黄 豆角搅拌均匀之后直接把它放到蒸锅里面 放进来之后用筷子将它整理一下,整理平整 整理好之后我们把胡萝卜也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用筷子将它整理一下 然后盖上盖子水开后蒸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的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一股清香味 然后用铲子把豆角将它铲出来 放到大点的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的豆角差不多有七分熟了 把胡萝卜也铲出来,放在一起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食印油 油热之后把五花肉放进来 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五花肉炒出多余的油质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星呗 感谢大家的支持 五花肉炒香之后 把姜蒼末小米辣全部放入锅中 继续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香以后我们把豆角也加进来 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炒出蒜香味 哇,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颜色翠绿不花黄 而且吃起来清脆爽口 炒香以后把调的料汁也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 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 也不要焯水 而且炒出来特别的香 翻炒均匀之后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把它招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鲜香美味的长豆角 就这样做好了 里面还搭配了胡萝卜 吃起来更加的香 主要是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就算是没有下过厨房的小白 都能轻松的掌握 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